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郭富城 阿仁 今日与曼联民宿白赖人历尘出席同心同步同月日活动 见证接近一千名年轻人同时为雕像涂色 创建历史世界纪录 阿仁自言跟建历史世界纪录很有渊源 因其演唱会舞台设计 Para Para舞步万人跳 韩寨二宣传王自拍都创过世界纪录 她表示前年赢得最佳男主角时领悟出专注做事的精神 希望能鼓励年轻人为未来奋斗 问诚诚会否常对助女儿唱歌 忘能激发她的潜能 她说 唱歌是我的职业 我在家中跑步时也会唱歌 这是我的职业病 对助女儿时 我就唱儿歌 无论如何也要学唱 这是我的责任 太太方圆日前透露正努力追载 诚诚必谈 这个交回给我们吧 梁静如取关张韶寒 被偶像拉黑粉丝心都亮了昨晚 梁静如晒了与范伟奇的合影 有网友留言不要跟这种人玩 随后梁静如删除该条微博并拉黑部分网友 引发争议 刚刚 梁静如在微博发文力挺好友范伟奇 称捍卫自己的好朋友就是自己的表现 并娶关张韶寒 前段时间张韶寒大战黑白配夫妇范伟奇黑人一事 大家还历历在目吧 张韶寒与范伟奇多年前的故事 又被大家拉出来轮了一遍 范伟奇被骂得很惨 驾驶不输给当年晒娃被狂喷的场景 今天梁静如在微博中晒出一张与范伟奇的合影 结果梁静如被骂了 梁静如去管张韶寒 被偶像拉黑粉丝心都亮了 网友评论都是在喷范伟奇心机身Alaballer 让梁静如离范伟奇远一点 结果梁静如把微博上的合影删掉了 并拉黑了说范伟奇坏话的人 梁静如去管张韶寒 被偶像拉黑粉丝心都亮了 在后来 网友发现梁静如去管了张韶寒 其中说范伟奇坏话的人 还包括一些梁静如的粉丝 被偶像拉黑 粉丝的心拔梁拔梁低 不过这件事正确是一部分情绪激动的网友的锅 其实梁静如和范伟奇关系一直挺好的 2014年台湾金学奖上 梁静如和范伟奇一起作为颁奖嘉宾 之后两人变成非常要好的闺蜜了 经常一起聚会 一起看宝宝 范伟奇和小S姐妹团的关系忽远忽近 不过和梁静如的关系一直没变 梁静如去管张韶寒 被偶像拉黑粉丝心都亮了范伟奇和张韶寒撕逼的事情 和梁静如并没有任何关系 一码是归一码是 范伟奇的朋友也要被连作骂 不靠老公投资Angela Baby 钱放自己手里比较安全女星 Angela Baby杨盈与黄晓明婚后育有一子小海绵 夫妻俩为人父母后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被封为最会赚钱夫妻当 Angela Baby接受采访时也透露两人如何管理财物 而她婚后仍经济自主的理财方式备受称赞 去年所公布的富币是中国名人收入榜中 Angela Baby与黄晓明共赚近3.1亿人民币成为最会赚钱的明星夫妻 近日Angela Baby接受采访时透露 老公相当热衷于投资 因此把所赚的钱都花在投资上 而不是交到自己手里 Angela Baby认为自己较为保守且不懂理财 因此夫妻俩的钱是分开处理 被问到为何不把钱给老公一起投资 Angela Baby笑说 我觉得我还是放在自己手里吧 比较有安全感 让粉丝大赞 女人经济独立是必要的 自己赚的钱最可靠 孙丽分享女儿这款照片 邓超一看崩溃放过他女星孙丽与演员邓超结婚八年 欲有一字等等 即一女小花 在剧中总带给人霸气印象的孙丽私底下是未疼孩子的妈妈 时常分享儿女的日常生活 今日她分享了女儿在跳芭蕾舞的照片 竟让邓超大喊放过女儿 孙丽不仅演技精湛 美术及画画功力更令人惊艳 相当的多彩多艺 而女儿也不遑多让 才三岁的小花已经可以登台表演芭蕾舞 今日孙丽便分享出多张女儿表演时的照片 只见小花绑着包包头 身穿着芭蕾舞衣 不论转圈或坐在地上的动作都难不到她 看起来架势十足 有些肉肉的双腿和小手更是吸睛 孙丽也笑说女儿是一只纯有机的小肥鹅 照片一PO出引起热烈讨论 没想到邓超看了竟留言放过女儿 我刚出门就欺负她 更不忘称赞小花的动作多美 多舒展 让粉丝笑说是你先放过她吧 娘娘只会欺负你 不靠老公投资Angela Baby 钱放自己手里比较安全女星Angela Baby 杨盈与黄晓明婚后育有一字小海绵 夫妻俩为人父母后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被封为最会赚钱夫妻当 Angela Baby接受采访时也透露两人如何管理财物 而她婚后仍经济自主的理财方式 备受称赞 因此夫妻俩的钱是分开处理 被问到为何不把钱给老公一起投资 Angela Baby笑说 我觉得我还是放在自己手里吧 比较有安全感 让粉丝大赞 女人经济独立是必要的 自己赚的钱最可靠 孙丽分享女儿这款照片 邓超一看崩溃放过她 女星孙丽与演员邓超结婚八年 欲有一字等等 即一女小花 在剧中总带给人霸气印象的孙丽丝底下 是未疼孩子的妈妈 时常分享儿女的日常生活 今日她分享了女儿在跳芭蕾舞的照片 竟让邓超大喊放过女儿 孙丽不仅演技精湛 美术及画画功力更令人惊艳 相当的多彩多艺 而女儿也不遑多让 才三岁的小花 已经可以登台表演芭蕾舞 今日孙丽便分享出 多张女儿表演时的照片 只见小花绑着包包头 身穿着芭蕾舞衣 不论转圈或坐在地上的动作 都难不到她 看起来架势十足 有些肉肉的双腿和小手更是吸睛 孙丽也笑说 女儿是一只纯有机的小肥蛾 照片EPO出引起热烈讨论 没想到邓超看了 竟留言放过女儿 我刚出门就欺负她 更不忘称赞小花的动作 多美 多舒展 让粉丝笑说 是你先放过她吧 娘娘只会欺负你 不靠老公投资 Angela Baby 钱放自己手里比较安全女星 Angela Baby 杨盈与黄晓明婚后 欲有一字小海绵 夫妻俩为人父母后 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被封为最会赚钱夫妻当 Angela Baby 接受采访时 也透露两人如何管理财物 而她婚后仍经济自主的理财方式 备受称赞 去年所公布的伏笔 是中国名人收入榜中 Angela Baby 与黄晓明 共赚近3.1亿人民币 成为最会赚钱的明星夫妻 近日Angela Baby 接受采访时透露 老公相当热衷于投资 因此把所赚的钱都花在投资上 而不是交到自己手里 Angela Baby 认为自己较为保守且不懂理财 因此夫妻俩的钱是分开处理 被问到为何不把钱给老公一起投资 Angela Baby笑说 我觉得我还是放在自己手里吧 比较有安全感 让粉丝大赞 女人经济独立是必要的 自己赚的钱最可靠 孙丽分享女儿这款照片 邓超一看崩溃放过他 女星孙丽与演员邓超结婚八年 欲有一字等等 即一女小花 在剧中总带给人霸气印象的孙丽 私底下是为疼孩子的妈妈 时常分享儿女的日常生活 今日她分享了女儿在跳芭蕾舞的照片 竟让邓超大喊放过女儿 孙丽不仅演技精湛 美术及画画功力更令人惊艳 相当的多彩多艺 而女儿也不遑多让 才三岁的小花已经可以登台表演芭蕾舞 今日孙丽便分享出多张女儿表演时的照片 只见小花绑着包包头 身穿着芭蕾舞衣 不论转圈或坐在地上的动作都难不到她 看起来架势十足 有些肉肉的双腿和小手更是吸睛 孙丽也笑说女儿是一只唇有机的小肥蛾 照片一PO出引起热烈讨论 没想到邓超看了 竟留言放过女儿 我刚出门就欺负她 更不忘称赞小花的动作多美 多舒展 让粉丝笑说是你先放过她吧 娘娘只会欺负你